较劲的意味 其实是前几天 我来特别拜访我们苏果工会 那我们苏果工会的 我们的理事长还有李坚士 他们非常热情 他们说要陪我一起来走 我们的内市场 那所以我们就安排在今天 那我是到昨天才知道 吴亦农他也今天来冰江市场 那我觉得在最后从此 大家都会尽量的来争取民众的支持 倒是没有较劲的意味 因为这之前是两三天前 就已经安排好的 昨天吴亦农带了他的旗 最后一周有没有规划 在你家里打起来 我昨天有看到吴亦农的太太 蛮漂亮的 那至于我这边这部分 其实好多人也看到我先生 已经好几次都来陪我 那至于会不会有其他家人陪我 我想再来看看吧 我目前还没有做具体的规划 吴亦农他就是带着老婆 然后老婆这样子可以 吸收蛮多这个婆妈票 嗯嗯 那很好啊 对 那就是议员这边想要再请问一下 因为昨天这个 检方对林姓儿提起当选无效之诉 那林姓儿他这边他自己有喊 原因怎么看就是检方现在这个动作 那另外党内上去黄子哲 他对于林姓儿的这个部分 也还是很不满 甚至有其他同选区的国民党议员 也附和黄子哲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他已经进入司法调查 那我想大家就是应该尊重整个的司法程序 对 那怎么看就是说党内现在对林姓儿 就是黄子哲跟其他同选区的国民党议员 对这个林姓儿也有意见 那我想就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调查 那么就应该尊重整个的司法程序 我觉得这样是尊重各方的意见 对 那你昨天提到了抗中保农 然后吴云农说你把贴标签 那你怎么看 这样就说其实我想这一阵子以来包含民进党 还有吴云农团队在提到很多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确实都在丢红帽子 那么我们过去在好多次选举里面 大家也看到民进党一在操纵所谓的抗中保台 那如果今天吴云农 他还是循着民进党的这些老路老部署 那么动不动就是用丢红帽子的方式 那这当然就是抗中保农的一个操作 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五年